監視器畫面拍下 一名男子怒氣沖沖 拿安全帽狂敲一輛紅色休旅車 休旅車駕駛急了 狂打方向盤踩油門想要離開現場 但男子還是不罷手 繼續狂敲車窗 結果一個亮相跌倒 剛好被休旅車整個黏過身體 男子想要起身 結果駕駛又打到車檔 回頭再黏一次 而男子被黏之後脫困 爬起來繼續跟開車的駕駛嗆聲 警方擴報也趕到現場 釐清案件發生過程 事發就在29號上午9點多 高雄露竹台一線上 開休旅車的秋行駕駛 跟蘇姓女騎士發生行車糾紛 蘇女後座的丈夫張姓男子 下車到休旅車旁邊叫囂 還敲打車窗玻璃 結果秋行駕駛一個緊張 把張男撵了又撵 好在他只有受到輕傷 警方後續也將張姓男子 依照毀損罪頌辦 至於撵人的秋行駕駛 則是依照傷害罪頌辦 東四新聞在高雄報導 好 好 好